幼兒園裡老師帶著小朋友 開心的跑跑跳跳 最小的幼幼班只有兩歲 進入遊戲場 跟著其他班的哥哥姐姐 一起玩遊戲 只是接下來恐怕沒有學弟妹了 因為這所祥立幼兒園 即將停止招生 台東縣路野鄉公所 每年需要編列至少700萬的預算 來維持祥立幼兒園運作 縣府大約補助每位學生7000元 而其他開銷要由公所挹注 去年扣掉補助還要挹注483萬 年年燒錢逐漸出現財政赤字 陸業鄉待會提案 上個月臨時會齊名鄉待 全數表決通過 從113學能度開始 要停止招生新生 原本的小朋友 可以讀到大班畢業 換個方式 補助2到3歲的幼童 每學期1萬元 到其他幼兒園就讀 物價飛漲維持相立幼兒園運作 需要經費高達796萬 學校目前有55名幼童 12名教職員 光是幼幼班就占掉16人 傳出停交消息 慢慢由老師請辭 尋找新學校任職 你這樣以後誰敢生小孩啊 送個小孩子 小孩子一定要 不然你就要送到外面去 不然就是要有人在家裡照顧這樣 更令家長頭痛的 是一般國小富幼 只招收3到6歲的小朋友 只有上立幼兒園 招收2歲專班 還有專車接駁 如果學校收掉 距離最近的觀山富幼 車程要20分鐘 市中心的富幼則要40分鐘 跨區接送遇上尖峰時段容易塞車 有些家長根本沒有時間接送小孩 停止招生的消息已經確定了 不少家長忙著申請國小富幼 排不排得上又是另一個問題 為了孩子就學 真的傷頭腦筋 TVBS新聞 劉警員蔡新瑜台東採訪報導